拍下來回來的時候 雖然是很累 但是我倒覺得說 感覺好像我又回來了 今年5月的厚禮花博 是真善美之工 陳聰林最後一次出班 其實那個時候 他的身體已經不堪負荷 2018年5月 罹患罕見血癌 雖然已經是末期 他仍然不放棄希望 但終究不敵病魔 在上個月22日離開人世 最後在病塌前 他留下遺願 雖然我沒辦法 真的假設做老師 但是我如果來當選中 我來做那些 大體老師也行 要做捐贈 還有一些條件 不能有附水 也不能水腫 最後他也沒有積水 然後也沒有水腫 然後氣色看起來也很好 八月底追思會這一天 家人慈濟之工陪他走完最後一程 他在這裡已經補什麼東西了 不過我也想要對他說 那你也 我們水腫也很好 十多年前加入慈濟 承擔鎮帥美志工 太太負責文字 她負責拍照 可以讓我把握當下 盡這個責任 然後再把我們的歷史 再把它多留一點 數以萬計的照片 為慈濟的美善留下足跡 陳聰林最後也以 無語良師的身份 讓自己成為慈濟美善的一份子 大海新聞 曾善美志工 陳文川 張明珠 台中報導